天祢,我向祢呼求,祢必应允我,求祢侧耳俯听,俯听我的诉说,求祢保护我,犹如眼中的同仁,让我藏身在祢的意义下。 因父及祂及圣神之名,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圣保禄在今天的读经一提到天主分配,在教会分配工作给每一个人,他自己的身招,特别的角色。 圣保禄说,天主是这些人做宗徒,那些人做先知,有的做传福音的,有的做私募和教师等等。 我们每一个人有天主赐给他的特别的工作,在教会内的工作,希望我们会发现,也认真的做。 如果我们自己认为做得不够好,我们现在求天主旷恕我们。 基督你封密来拯救忏悔的人,求你垂怜。 基督你来召唤罪人,求你垂怜。 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装大,求你垂怜。 基督你垂怜。 愿千人的天主垂怜我们,顺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千人永生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常能爽快地,服从你的旨意,为了你的光荣,诚恳地奉献我们的崇敬。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有望。 阿们 公读圣保禄中途至二福所人书 弟兄们,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宠,是按照基督恩赐的死度,因此经上说,他带领俘虏升上高天,把恩惠赐给人。 说他上升,不是说他也曾降到地上吗? 那下降的,正是上升到诸天之上的,已充满万有的那一位。 他赐这些人做中途,那些人做先知。 有的做传福音的,有的做师母和教师。 为的是成全圣圣徒,各尽其职,建树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对天主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 这样,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被异教之风所迷惑,飘来飘去,而中了人的阴谋,陷入荒谬的诡计。 相反的,我们要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尝尽,而归于元首基督。 全身靠着他,结构紧凑,借着各关节互相支持。 按照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职,使身体不断长大,在爱德中建立起来。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我们要高兴地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我们的脚已经进入你的门线。 我们要高兴地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的确是一座金城,有雄伟的建筑,整齐的世荣。 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涌向城中。 我们要高兴地进入上主的圣殿。 按照以色列的惯例,称颂上主的名。 这里设有审判的宝座,就是达位宗士的宝座。 我们要高兴地进入上主的圣殿。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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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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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唱和在一起的事 耶稣回答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勒亚人 比其他的加利勒亚人更有罪 才遭到这祸害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不悔改 都要同样丧亡 是罗亚塔倒塌压死的那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 罪债更大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不悔改 都要同样丧亡 他讲了这样的比喻说 有一个人把一棵无花果树 种在自己的葡萄园内 他来到树下找果子 却没有找到 便对原定说 你看 我三年来到这棵无花果树下 找果子 却没有找到 砍掉它吧 为什么让他摆占土地呢? 原定回答说 主人 再留他一念吧 等我在他周围 挖送泥土 加上肥料 将来结果子便吧 不然再把它砍了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要分享的 今天的福音的后面的部分 后面 后面那位园丁说 主人 再留他一念吧 等我在他周围 挖送泥土 加上肥料 将来结果子便吧 不然再把它砍了 不然再把它砍了 特别是 这个 挖送泥土的部分 让我想起 一个故事 昨天我分享 两年前发生的事 那今天我要分享 更早发生的事 就是我小时候的故事 我小时候 暑假 我平常会多帮忙做家事 因为我只有一个姐姐 姐姐她有她的事 而且她很早结婚 后来我一个人在家里 跟父母在一起 所以暑假 要多做一些事 那我的 其中一个责任 就是要照顾花园 这是我妈妈种的花 特别是妈妈喜欢玫瑰花 所以她种了很多的玫瑰花 那我 我必须做什么呢 就是要挖松泥土 这个玫瑰花周围的这个土 要挖松 然后要拔草 这个是几乎每天的工作 不是很久 大概最多一个小时就做好了 那我做这份工作 因为是我妈妈叫我的做 我没有选择 那当然我小时候只想玩 做这些事照顾花园 我觉得有点被勉强的感觉 而且当然是我拔草以后 这个挖松 挖松泥土以后 这个比较花园 比较好看 没错 可是有时候我想 真的有帮助吗 这些玫瑰花 因为我照顾他们 他们会真的长得比较好吗 有时候我怀疑 这个是我小时候的故事 也是一种比喻 因为刚好我们说 教会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我想我们对教会的态度 就是要这样 要服从 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懂 好像也看不到什么结果 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努力 那会怎么样 那现在我很努力 帮助教会 遵守 揭命等等 祈祷 在唐旗服务 这些真的有用吗 我没有办法证明 没有办法做什么测验 检查 如果没有做真的会不好吗 还是一样 不过重点是我们还是要服从教会 这个是 也是耶稣给我们的作业 给我们的一个功课 我们不晓得结果如何 可是我们还是要服从 因为我们是教会的成员 也是教会这位母亲的孩子 那耶稣就是要我们服从教会 希望我们如果我们看不到 我们努力的结果 还是要继续努力 我相信天主都看到了 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看到好的果实 让我们为教会 全世界的教会所有的祈祷 一项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接以你的旨意为主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是要把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生侍奉你 主请你你的宠爱 慕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示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尸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甘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命大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逃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 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灵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千乐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 礼成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主耶稣是神明月 我主耶稣是火水全凡和这水 主承明所到永远再不可 难道永远再不可 真正永远再不可 难道永远再不可 真正永远再不可 凡和这水 主承明所到永远再不可 主承明所到永远再不可 我继续感觉到永远再不可 再不可